老公,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听说,你获得了二十万的奖金,赶紧拿出来吧,把它交给我 你俩什么人,我们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我不是你老公了,凭什么要把钱给你,你不会是穷疯了吧? 实话说,我弟弟在谈恋爱,打算今年就把婚事办了,现在我父母在为他婚房的事情犯愁 前几天,我弟弟看中了一套房子,装修得很棒,房主只住了短短一年,几乎就是新房,可以直接入住,连装修费都省了 因为房主急着出国,所以降价出售,你把这次的奖金给我,我再想办法给他筹钱,先把房子定下来 你放心,一旦我有足够的钱,我们会把钱还给你的 是的,姐夫啊,我马上要结婚了,我一直把你当做亲哥哥看待,我们是一家人,你一定要帮我 不是我不想帮,而是我力不够,即使我给了你这二十万,买房还是不够 我们离婚时,你分给了我五十万,只要你再把这二十万给我,凑够七十万就可以付首付了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要把离婚时分的钱都给你弟弟买房是吗? 当初分给你那么多钱,是为了方便你照顾孩子,而不是让你来做慈善 孩子有你照顾,但我弟弟只能靠我了,作为他的亲姐姐,我必须为他的人生大事着想 姐夫啊,你别这么小心,你就把钱给我吧,这个钱我以后有能力一定会还的 现在婚房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因为你而耽误了 臭小子,这里没你说话的份,你给我滚出去,我再问你一遍 你确定要把这笔钱都拿给你弟弟吗? 我确定,这是我的钱,你无权过问,我如何支配是我的事 还有,你对我弟弟客气点,别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我对你们已经很客气了,就以你们这样的态度 没把你们赶出去,已经算是对你们的宽恕了 我经常出差,所以把孩子交给你照顾,我把家里的钱都给了你 现在你却把钱全都给你弟弟买房,万一孩子急需用钱怎么办? 你的做法太不负责任了 总之,这笔钱不能动,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也没用,我给我弟弟买房有什么不对 你作为姐夫不应该表示一下吗?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是他姐夫 就算我还是你姐夫,表示一下可以,但也要有个限度 把我家的家底都掏空去表示,我实在做不到 就你这样的格局,难怪我姐姐会跟你离婚 区区二十万都不愿意帮忙,本来还想让姐姐跟你复婚 现在看来你这个人真的不行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 说我不行,难道你就行?都快三十岁了 还一事无成,靠父母生活 结婚还得你姐姐想办法给你买婚房 你怎么有脸站在这里跟我说话 你的脸皮怕是比城墙还厚 你真是太过分了,你没有资格这样评价我的弟弟 我们家就是我弟弟的靠山,这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我们提出的要求也并不过分 你的收入已经提高了,二十万一年内就能赚回来 而且我们离婚时,你好像还有几万元足够你生活了 赶紧把这二十万元奖金拿出来 拿到钱,我们就离开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得丑,想得却挺美 我真是不明白当初怎么会娶了你 我倒要看看,如果这笔钱给了你弟弟 他会不会给我写借条 作为一家人,借钱就不需要写借条了 你别再说这种废话了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赶紧把钱转账给我 我要尽快支付房子的首付 另外,你的工资以后也要交给我 这是孩子的抚养费,不能让孩子受苦 我姐姐说的对,现在是你要表现的时候表现得好 我姐姐可能会考虑和你复婚 你们别再做白日梦了,就算你姐求着我复婚 我也不会答应的 我不会给你一分钱 另外,孩子我会自己抚养 如果你不同意,我会去法院起诉你 你们现在赶紧滚出我家 我家不欢迎你们